我們現在來到黑猩猩的家 哇 那隻超好笑 它躺得跟我們睡覺的時候一樣耶 這隻河馬 它起來大便耶 我一直吐以後 我怕我被它噴到 在這個純潔可愛的動物園裡面 看到了18斤的畫面 而且還是鋁石跟羊駝 欸 他們這樣是合理的 嗨 我是Heaven 今天我來到高雄 因為壽山動物園 我們終於開始試營運了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2.0升級版的壽山動物園 那我現在在的位置 就是它的停車場 現在要先從停車場往上走 走去入口那裡 走囉 走囉 嗨 我現在到門口了 從停車場走過來 大概5分鐘左右而已 走吧 我們先進去 我有先在官網上買票了 一入園就是這一次改善的重點 先給大家看 後面這裡有手扶梯 轉過來這裡也有電梯 所以這樣不管是你要推手推車 或是帶長輩來都會很方便 都是狐猛 狐猛 牠們都會有一隻負責在那裡戰哨 因為牠們其實蠻膽小的 然後就會很警戒 幫同伴看看有沒有發生什麼狀況 你知道嗎 我現在要走上天空步道 這算是2.0的一大重點 因為其實天空步道會貫穿整個園區 我們就可以藉由走天空步道 去欣賞不一樣的動物 而且同時也可以降低對動物的干擾 下面 下面 下面是清水廣場 就是可以給小朋友玩水的地方 然後現在的清水廣場也變得很漂亮 現在進來水豚山屋 喔 在這裡 我看到了 牠們還不小隻欸 後面這一間是山屋 然後旁邊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叫水豚廊道 那現在就是有很大面的玻璃 可以讓我們觀察裡面的動物 在整個空中步道上面 總共會有兩座山屋跟四座廊道 都是透過特殊的設計 讓我們能夠在 對動物最少最少的干擾之下 又能夠近距離的觀察到牠們 像剛剛我有發現這個網子啊 我們現在走的時候 大概是這個高度 但如果在接近動物的地方 這個網子的高度 其實會比較高的 就是為了要讓遊客也能夠比較不明顯 這樣動物也可以比較不會害怕 而且那個山屋還有另外一個作用 牠是挑高通風的 對於動物的居住環境也是更棒的 我覺得有山屋跟廊道還蠻好的 因為其實這兩個地方 是讓我們用不一樣的視角去看動物 我現在遇到的是誰 欸 斑馬 這裡是誰 羊喔 我要換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卡住我看不到 這裡有好多隻羊駝喔 而且牠們好多顏色 黑色 咖啡色 還有白色 大大小 這真的太小了吧 好可愛喔 我們剛剛走天空步道 牠旁邊其實是這個網子 但是在一定的距離跟一定的高度 其實牠們都會開一個洞 就可以讓我們看到動物 然後牠們也很貼心 有考慮到小朋友的高度 所以其實這下面也都看得到欸 讚欸 接著來看看有什麼可愛的動物 好大隻喔 牠是犀牛 現在來到黑猩猩的家 哇 那隻超好 像牠躺得跟我們睡覺的時候一樣欸 我看看 這隻超 這裡是河馬 牠起來大變欸 我會一直吐了以後 怕我被牠噴到 我看了這裡有什麼 牠叫伊蘭嶺 牠很大隻 蛤 牠說牠看起來很笨重 可是可以輕易地 越過1.5公尺高的圍欄 這區好像都是比較大隻的動物 哎呦 大象 牠一個人的家就是這麼大 現在來的地方是鹿園 小鹿 小鹿 你在哪 喔 我看到了 牠也太保護色了吧 牠看到相機會害怕嗎 鹿園的旁邊還有一個兒童牧場 而且我剛看牠走上10點跟下午2點 都有發放牧草 我就發完為止 如果大時間剛好的話 也可以來領小朋友去餵食 小羊兒 你看看我 看一下這裡的漂亮姊姊 看來牠不喜歡我這個 嘿 你喜歡了嗎 你來了嗎 嗨 你是不是終於發現我是漂亮姊姊了 嗨 下一隻小羊 看來我沒有什麼動物的緣 只要我跟牠們打完招呼 牠們馬上掉頭就走了 離開了猿猴家族 現在來到這一區是水漆動物 這裡有豬乳河馬跟鱷魚 河馬的分辨裡面含有的植物 排到水裡會成為其他魚類的食物 而且其實牠的魚都吃河馬的邊邊 牠們馬在這裡面 牠躲在水裡 這裡有孟加拉湖 是老虎耶 牠們來到這裡應該算是最後一區 叫跨域生態區 這裡有丹豐駱駝 牠忙著吃草 這裡有一隻超爆大的鱷魚 牠叫河口鱷 我剛一時之間還找不到牠在哪裡 原來這個這麼大 都是牠 我在這個純潔可愛的動物園裡面 看到了18鏡的畫面 而且還是鱷子跟羊駝 牠們這樣是合理的嗎 鱷子逃走了 羊駝我緊追著牠不放 現在變成大家繞著這個樹在跑 這裡還有一段是這樣可以看到下面的 這種已經不怕了 對 妳走那裡 現在園區逛得差不多 我們要下去下面的清水廣場 這裡就是全新的清水廣場 我有在IG上看到別人拍照 很漂亮 而且它現在有分為四個區域 如果有帶小朋友來 就可以讓他們進去玩 要記得帶備用的衣物 旁邊其實也有廁所 可以讓你換洗 哇 這裡很漂亮耶 這裡有鏡面會反射 然後有水從天空上灑下來 這樣子我差不多在寿山動物園 呆了三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慢慢逛 真的可以逛蠻久的喔 我覺得改造之後 真的變得很乾淨 然後也有很多設施 變得更友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